在河南修武有一座高大的皇帝陵 它就是东汉最后一位皇帝汉县帝的陵 1800年后这里竟然还有守陵人 而且还是个女人 是什么原因让这座末代皇帝陵能保存到现在呢 哈喽大家好 聊正式探秘境 我是永叔 我现在在河南郊坐的汉县帝的陵前 一说这个汉县帝啊 大家可能都感觉这个最后一位汉朝的皇帝嘛 非常的命苦 这个结局呢非常的凄惨是吧 但实际上呢 如果咱们看他的陵啊 和这个其他的东汉地陵比啊 一点都不凄惨 而他的人生结局呢 其实和这个所有的退位 包括被篡位的这个皇帝比啊 是更加的幸运了 那咱们呀现在看一看这座陵 而且这座陵啊在将近两千年后 现在还有人守陵 咱们一会啊去采访一万 一下这位守陵人 这个啊是一个文物保护的碑 大家看啊这是一个重点文物保护碑 实际上现在这个汉县陵呢 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碑 汉县陵 汉县陵 这个陵墓的名字叫扇陵啊 也代表了汉县帝曾经扇让过 然后这个地方呢 修复汉县陵县陵记啊 这是咱们现代人修复这个 汉县陵的一个记录 它这个文宝碑呢 形状啊比较奇特 咱们看是一个四方形的一个碑啊 这应该是一个祭台 在前面呢有一个香炉 在香炉呢在这个祭台的前面啊 有这么一间仿古的建筑 这个呢应该就是它的祭奠了 咱们说啊 因为这个汉县帝的陵呢 它在雍正年家 曾经被很大规模的一个 做了一个整修 所以说呢 我猜算啊 应该是在当年就确定了 这个陵的格局 它应该是仿造的明清帝陵 来进行的布局 为什么啊明清帝陵呢 因为到明代清代啊 它的整个的陵园地上建筑 想必已经破坏殆尽了 所以要重新的修建 哦 我听过了 我没得出这到这儿 出这到这儿 对 出这到这儿 对 出这到这儿 对 说那个国外人后 国外人后 就给我请养人 就是这边 这个里边啊 供奉的就是汉县帝 还有曹皇后 曹皇后呢 是曹操的女儿 哦 曹操女儿 嫁给她的 曹操三个姑娘都给她 实际上呢 他们到这儿以后呢 这个汉县帝已经改成了山羊宫 这个曹皇后呢 已经改成了山羊宫的夫人 我就不跪拜了 我给汉县帝取个工吧 因为我也姓刘 我也姓刘 我姓刘啊 曹皇后名叫曹杰 虽然她是曹操的女儿 却为汉室立下了大功 既然二十年 曹操被立为皇后 曹操本意让她监视汉县帝 可当曹批接受县帝的善让时 曹皇后却不肯交出玉玺 并为此痛哭流涕 而曹家虽然窜了大汉江山 但也助汉室繁衍生息 留邪之后的山羊宫 都是曹杰的子孙 这边有一张床 我刚才以为是阿姨住的 阿姨说是这个 汉县帝住的床 这个很有意思啊 咱们现代人给这个汉县帝 你看这户子都漏气了 刚才阿姨跟我 这户子都漏气了 对 刚才阿姨在外边 给咱们指指 咱们现在看那个地方 都能透进光了 这个房顶 这一下雨啊 都是漏的 对 这个店 这个店都漏雨啊 这个店真的是 需要维修 但是阿姨一个人呢 是没有这个实力 也没有这个能力 是吧 阿姨一个人 汉县帝陵的守灵人 目前只有这位阿姨 她和她的丈夫 三十年前就在这里守着山陵 后来她的丈夫去世 只剩阿姨一个人在坚守 她一个人住在旁边漏雨的药王庙里 您在这儿睡是吧 嗯 我今天那两个都 在那儿 这都是都是刚下流水 下雨就漏水 一天两餐 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 她的希望就是 这座祭典能得到 及时的维修 否则只要下雨 大店就会泡在水中 哎呀看 这儿啊 有一座碑 但是这个碑呢 既不是汉代碑 也不是曹魏时期的碑 这是一个 大清乾隆 52年的一个碑啊 汉县帝陵星 谁立的碑呢 河北镇的总兵 他立的 方程王埔啊 他立的 这边呢 就是哈欠帝 善陵的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碑啊 大家看这是 2013年和2019年立的 也就是2013年啊 刚刚成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年又在这儿立了一个碑 咱们再看后边啊 后边还有一个碑 大家看这年代啊 是大清雍正九年 雍正九年立的 这个呢 是一个 汉县帝的一个基纸碑 但这个碑啊 它并不在原处 基纸碑呢 指的就是它的一个 汉县帝陵的一个坐标位置的指示 这个古碑的旁边啊 有一个二层的小楼 这个呢有点像这个 长城上的敌台 上面还有多口 然后咱们看看 应该也是属于一个寄电的性质 如果在明星帝陵里边呢 在这个位置的楼啊 应该就叫明楼了是吧 啊 然后咱们进去看看吧 这里边呢 应该是供奉的是一些神像 中间有一个水泥的柱子 这边有点像这边一些石窟里边的中心石柱 哈哈 但是它是一个水泥的 是为了起到支撑作用的应该是吧 里边有很多的堪 应该是放各种供奉佛像用的 供奉神像用的 然后从这个地方能上到二层 咱们上去看一下 哦 这二层啊 摆了一个供桌 非常的简单 里边没有什么东西 应该就是供奉 汉县帝的 然后 咱们看这个陵种啊 后边就是一个巨大的陵种了 就是汉县帝的陵种 这还铺着砖是可以上去的 咱们上去看一看吧 我认为汉县帝是历史上最幸运的退位皇帝 幸运到不可想象 公元220年 汉县帝擅让帝位给操批 魏文帝不但没有杀死他 而且在今天的交作给他画了一块封地 山阳公国 刘邪被封为山阳公 以着陆成为国都 如今五公里外的里固村附近 就是他的国都城旨 从此以后 汉县帝终于远离了被军阀裹挟颠沛流离的生活 不用在暗藏杀鸡的皇宫中担惊受怕 在着陆成里 他和曹皇后度过了幸福的13年 公元234年汉县帝去世 魏明帝曹瑞亲自率领群臣为他束缚发丧 并以天子之礼为他建造陵墓 给予汉孝县皇帝的嗜好 据记载 这座陵墓地宫深15米左右 前唐后室结构 下葬时 由当年的河南引亲自引丧车 300名校尉组成的护卫队护送到此 你说哪位退位皇帝能有如此待遇呢 而汉县帝的幸运还远远不止是这些 那咱们说啊 这个汉县帝不但他得到了善终 他的山延宫的爵位呢 还传给了他的下代啊 后代人 然后在这个陵的旁边啊 就有两位他的后代人的陪葬墓 也是这个地陵啊 唯一的两座陪葬墓 咱们去找找 刚才阿姨给指了一下啊 现在这个位置呢 应该就是汉县帝的孙子刘康的陵 刘康的墓吧 刘康的墓 大家看啊 就是前面那个圆种就是刘锦的墓啊 刘锦的墓 然后因为这个地方有铁丝网 为了保护人家果园 咱就不进去看了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注意 第二代山羊公刘康的墓就在县帝陵旁 刘康一直活到了西晋太康六年才去世 见证了魏蜀吾三国的灭亡 而在山陵风土后面的果园里 有一个很小的墓种 它就是刘康的儿子第三代山羊公刘锦的墓 实际上东汉王室在山羊国的国运甚至延续到了西晋末年 勇家三年 第四代山羊公刘秋被胡人杀害 山羊国宣告灭亡 这时距离西晋的灭亡也只有八年 更离奇的是 刘秋的一个兄弟刘阿芝率领宗族两千人东渡日本 在那里繁衍生息 如今日本岗山县的阿芝公就是纪念刘阿芝的宗祠 原田高桥等姓氏都是县帝的后代 一个退位皇帝后代竟然还能享过三代 而且还能安全的到达日本避难 你说历史上这么幸运的人还有谁 所以我说啊 汉县帝刘邪是一位非常幸运的山魏皇帝 除了这个刘秀的这个坟啊 刘秀的这个灵啊 是一个疑似的刘秀帝灵以外 其他的东汉帝灵都在这个北芒山上 只是一片这个荒山头而已 东汉帝灵实际上只有县帝灵被确定身份 毫无争议这到底是为啥呢 曹魏灭亡后历代皇帝仍然会派人来祭奠 民间则在古汉山上修建了山羊公祠 清明节进行祭祀 祭祀活动居然持续到了清代 顺至十五年 修武之县在县城设立了善陵碑 从此每年九月九日 修武之县都会率领蜀官到碑下摇祭 雍正年间又将善陵重新整修 从县帝去世到现在 善陵居然一直被祭祀 从无间断 所以他的身份毫无争议 作为一个退位皇帝灵 这简直不可思议 好了 然后咱们今天 汉县帝善陵的视频 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下个调子的视频再见 拜拜